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 《心自治庫》第三集 今天阿Kim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很基本的法律上色 尤其是近年 人們不停地去買樓 不管你們投資也好 或者是自住也好 但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能是 讀法律系的學生 可能是一些很基本 很入門的一些少少的常識 一些少少的用語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 譬如說地產重業員 都可能會很清楚 不過這一點作為一個投資者 都應該要了解一下 今天我想說一件事 關於物業 我們很多時候買物業 我們都在說 譬如說 一些夫婦 或者將近就快要結婚的夫婦 他們會去買樓置業 去自住 他們會提出一個問題 究竟陳樓寫哪個名字呢 貴太太還是先生 還是夫婦兩人都會有個名字呢 或者那間屋裡 多了一位外母 三個人 那又怎樣呢 又或者是 兄弟和兄弟 兩兄弟 怎樣 把名字放進去 又或者甚至乎 有些是大家同事的 我有夠錢 但又組不夠 或者想著 大家幾個人合資 去買一間屋 買一層樓 然後當作是投資 當然這裡我不是 鼓勵大家去做任何投資 這個節目不是一個投資節目 亦都不是一個經濟的 一個財經節目來的 這個純粹是一個 今天所說的 純粹是很簡單的法律字眼 OK 今天阿Keen想和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一個字 很多時候我們說那層樓 我們想到律師樓裡 去簽那張屋契 我們有一個Title Deed 香港的地 就會比英國那些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我們要知道 在香港我們沒有人是擁有一塊地 我們只是一個Lease 一個租權來的 但這個租權通常都有九十九年的 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大家就不需要 如果你不是村屋 或者是某些地的話 是一些譬如 一棟樓裡面一個單位 那些很多時候 是地產發展商 他們已經是有了個Lease 而這個Lease 遲些還可以加賣 還可以extend 還可以交稅款 這個不是今天所說的話題 今天只是講一個 我當一般大眾市民 去買一間 一個單位 在一棟樓裡面一個單位 OK 那好了 那或者這樣 我們又看看 如果我們用一個字 就叫John Talens John Talens John Talens 就是一個人的 我們還可以說一句 John Talensy John Talensy 那好了 譬如說我們根據 一些字典裡面的解釋 這句 他就是這樣說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呢 他用Talensy Talensy Talensy就是一個Lease 一個租目的 這個租是租的單位 你不要搞錯 這個不是一個Lease 不是一個租約 是真的一個擁有權 我這裏說的 就是大家共同擁有的 或者阿Kym也看過 因為阿Kym是讀英文 那就是中文 那中文就是這樣 John Talens 就是叫做 中文是譯造 叫做 聯權共友人 是聯權 那還有一個 就叫做 Talency in Common Talency in Common 那中文就叫做 分權共友人 OK 那我們說這個 分權共友人 或者聯權共友人 究竟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以寫 你一個人就沒問題 那你寫一個人的名字 你叫做Peter 就Peter 那監督就Peter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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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的名字 ABC Company 如果是公司的 可能有beneficiary 有些利益者 那有些就是說 是一些 under trust 信託 那些物業不是他的 他只可以擁有一個 在裏面住一個權力 可以是中心的 或者是住到他死為止 或者是住一段短的時間裏面 那很多大家族 你都會看到 他們有一個成立的信託 一個trust 都在裏面 那好啦 那我們講到 譬如說兩夫婦 或者兩兄弟 那種分別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我希望大家容易掌握 OK 那好啦 那John Talency in Common 就OK Talency in Common 還有我叫John Talency 那John Talency 很簡單 他在這裡解釋了 A Talency A Talency with two or more co-owner could take identical inches simultaneously by the same instrument and with the same right of possession A joint talent A joint talency differ from a talency in Common because each joint talent has a right of survivorship to the other shares in some as they the rights must be carely expressed in the conveyance and otherized the talency will be presumed to be a talency in Common 他在這裡解釋的是什麼呢 他很簡單的 還有一件 叫做Live Talency 這個我們一會兒會說一下 那John Talency 或者 Talency in Common OK 他就說 如果 John Talency 就是兩個人 兩個都是共同擁有的 OK 那 用一個instrument 和大家同時 都可以有個擁有權的 那這個就是 John Talency 但是Talency in Common 就不同了 Talency in Common 我現在說兩個人 兩個人都可以 可以是 譬如你去到律師樓 可以寫兩個人的名字 或者三個人的名字 OK 假設兩個人 容易分別 兩個人 他們同時 譬如說 我選Peter和Mary Peter和Mary 都是在 可能在 譬如說 香港九龍區 某一個單位 某一棟大廈裡 有一個單位 他給了錢買了 OK 那麼分別在哪裡 John Talency 和Talency in Common 分別就是 John Talency 它是有 Wight of Survivorship 大家鬥長沒有 聽清楚 John Talency 就就是說 如果 如果先生 兩夫妻 或者兩兄弟 他用了John Talency 就是會是這樣 先生 或者太太 兩個都生存的 他們兩個都共同 持有這間屋 100%的 shares 100% 就是說 會言之 就是這間屋屬於兩個人 兩個同時是有100%的 那到什麼時候有分別呢 就說 隨便一個不在這裡 不在這個世界 或者 離婚了 或者經過這個 Matchiminal Court 就是 家事法庭去分 如果不然 正正常常 就直接到 兩夫妻 隨便一個不在這裡 不在這個世界 那另外 那一個 就直接 從A 轉到B 那 那100% 就完全直接 到B 身上 就簡單 是這樣的 除非一些很特殊的例子 OK 那 那 第二種 就說 Talency in Common Talency in Common 它的分別 就說得很 我可以作得很簡單 就是這樣 每人50 即是說 一間屋 譬如說 它是值100萬的 那 如果要賣出去 那當然了 你會跟我說 Kim 買出去哪有100萬的樓 現在 那 說真的 動動都過千 那 我只是用100 來做一個比喻 OK 那就是 50 50 OK 那 如果你說 我們 譬如說 是同事來的 三個人打算投資 一個人買不到那麼多 那 很簡單 如果四個同事 那每個人有25% 即是把100除4 那 假設 如果 其中有一個不在 你說 這種 都是 好了 這個共同擁有 和一個是亂權的 OK 我們剛才說過 中文 一個是亂權 一個是分權的 那 我們中文是說分權那個 是怎樣呢 分權那個 就是說 如果有ABCD 四個人 OK 四個人 每個人有25% 如果A不在 那 於是 就會怎樣呢 你就不要想著 B C D 就分成A那份 不行的 A那份 依然有A A可以截住遺囑 或者A的 Estate 即是 他的財產的繼承人 或者他的債主 或者其他 其他 他安排到的 就跌落 依然還是在A那裡 那 B和C D 那三位呢 是不能動到 A那份 OK 所以你要分清楚一件事 即使說 你要說 如果我兩位同事 我兩個人 兩個人 大哥我是同事 我們想去買樓 買個單位 未必是兩夫妻 又或者是真的兩夫妻 但是 有些可能你說 說得難聽一點 算死草 那我要計 喂我死了 我也不想 我的財產 夫婦大家 財產是獨立的 我不想 譬如我是一個女士 我不想我第一天 將來不在那時候 我的錢給了我老公 或者我想留給我媽媽 或者留給其他人 OK 那你就要 當你去到律師樓 簽紙的時候 說那次兩個人的名字 放在兩個人的名字 就要說清楚 和你聘用那位律師 就要說清楚 究竟你要 Joint Tenancy 還是Talency in common 當然 這裡可以牽涉到 其實很複雜的 現在我只是選 弱化去說 因為複雜的東西 我們可以說 其中譬如說 那四個人裡面 有些東西放進遺產 有些東西放進其他東西裡面 這個Joint Tenancy 都可以把物件 放進一些海外 有些地方就是說 要說到居留權 你可不可以擁有特地 也有一些是 譬如新界村屋 這樣 那更加 你甚至複雜一點 就可以說是一個公司擁有的 那裡面的公司股東 成員 他們怎樣 Direct Proportion 或者最多的那個 放進基金裡面 基金怎樣處理 基金為執行人 他們怎樣做 那這些 我們就 我們就不可以說 在單憑一個 這麼簡單的節目裡面 去解釋得這麼詳細 OK 但是相信大家看完這一集之後 都會對一件事情 就知道 不要想著兩個人的名字 就一定是 拿了全部 有分兩種 不一定是一人一半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如果兩夫婦 去到律師樓裡面 很多時候 律師會問你 是不是下兩個人的名字 當你們回答他 下兩個人的名字 很多時候 他就會用了一個 叫做 Joint Tenancy Joint Tenancy 就會變成 隨便一方 不在了 那就會是 100% 全部歸 剩下的那個 是100% 全部去完 兩人同時擁有 是100% 就跟剛才那個 五十五集是不同的 但當然 如果 如果 很多時候 你們是投資者 很多時候 你到律師樓 他都會 就算不說 他都會 很多時候 當然現在 我相信很多 律師他們都會問得很清楚 OK 但是很多時候 以往的做法 都是說 你不說的 如果知道你們的身份 只是說 比如兩兄弟 可能就是五十五十 每人五十個百分之 誰都拿不到誰 但是現在 很多時候 如果兩夫婦 通常都會用了 Joint Tenancy 就是每人拿了100% 講得難聽一點 大家會鬥長命 OK 但是如果 兩夫婦 你們又想寫兩個人的名字 或者再加一個外母名 你就要看清楚 究竟你是用Joint Tenancy 還是怎樣 都可以 比如說 擁有最後 最長命的人 就會全部拿了 除非 有些情況就是 大家都還生歐歐的 不過就是 把物業已經套現 賣了 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大家分得很清楚 那 因為 其實還可以 分析搞得再複雜一點 就是 譬如一些叫Equity 有些人 譬如說 他可能沒有名字的 但是幕後裏面 其實他一直在供層樓 給了些錢 他可以證實到 向法庭證實到一些東西 那這些就 要去到高院那裏 或者這個 再上級一些 去做一些 就是要大家去爭拗的 那很多時候 都會 我們很多時候 打開報紙 都會看到很多 譬如說 牽涉裏面是 很多很多物業 那裏面也是 再有屋物業 那 同一個持有的人 同一個持有的人 又同時有分開很多個 分開很多份 這樣 都是可以的 那好啦 那今集的時間 就是 簡單來說 就是講這件事 那希望大家 可以 特別留意 尤其是 你們準備 來緊準備 想著結婚啊 買樓啊 那時候 不妨想一想這個問題 那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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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